火药的早期应用 第一 用于医药 为什么黑火药叫火药 而不是叫其他名字呢 皇上 这是微臣从军中带来的火药 能治百病 你吃了它定能身体健康 万寿无疆啊 既然如此 寡人就把它赏赐给爱情 如何 就是因为它首先是可以作为药物使用 再者就是可以用火点燃 所以称之为火药 火药治病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 直到明代 大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 还有关于火药治病的记载 认为火药可以治险 治虫 还有辟失驱邪 直到现在 中国的民间 还有些地方用火药来治病 第二 火药被用于军事 主要利用火药的燃烧的特性 这时候的火药还不具备爆炸的能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 制作火药的原料被提纯 而且消失和硫磺等配料的比例更加合适 火药的威力逐渐强大起来 一些军事家开始把火药用于作战 早在春秋时期 孙子兵法就有五种火攻法 不过那时候的燃料不是火药 而是草爱和松香油脂之类容易燃烧的物质 火药被改良后用于军事作为火攻材料 来替代原来的松香草爱之类就顺利成章了 到北宋仁宗清历四年 即1044年 曾公亮 京都等人 历时四年编转完成了五经总药一书 正式提出火药一次 而且详细计述了三种军方使用的火药配方 即火炮火药方 激励火药火炮方 毒药烟球火药方 这三种火药配方 这是世界上最早公布的火药配方 此时主要的火器有两类 一 火药件 用纸把火药包住 绑在弓箭上射出去 烧伤敌人 第二种我们称之为火炮 其实这个时期的火炮应该叫火球更为合适 首先把火药装在纸做的球状物体内 然后在外面包上黄辣松香等易燃物和皮霜 然后包住 使用的时候先点火再用抛尸机抛到对方的阵地 利用火和毒气对敌人造成杀伤 武经总药记载了多种火器 但大致原理相同 当时火药制作加工的工艺非常的原始粗陋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火器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用温火点燃是非常困难的 需要首先用烧红的烙铁去点火才能点燃 也可以说是十分的不方便 第二 只有在空气当中才能充分的燃烧 如果在密闭的容器或者在管状的容器当中 这个燃烧是非常缓慢而且不充分的 在这个阶段不可能产生爆炸火器或者说管状的火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